另外我说了一种其实都公布了一个旗迹的 就是1299有邦 Chartroom 冲0726文的 他说怎样看呢? 他说他有货的是否需要走呢? 你帮他没过去买入价 当然我想暂时就不需要走 虽然你说业绩来说就一定一般的旗迹 因为大家其实都 就算他不公布的数据都知道了 因为他主要业务 其实当然亚太区很多地方都有 比如韩国啊其他都有 但是核心贡献都是香港和内地 而香港内地来计 正正就是过去这一季 其实都先后面对着特别香港 疫情第五波爆竹是真的第一季 就是农历新年后已经爆了 而内地可能三月份开始慢慢出来了 所以你第一季的新药物价值 基本上一定是跌的了 所以这次按年跌18% 其实不是一个太意外的表现 甚至其实他自己在公布里面也有说 如果扣回内地和香港这两个地方的话 其实其他的地区贡献 比起疫情前或去年同期是有升的 其实整体业绩是慢慢的 都是持续在改善的 甚至他自己都在预计 譬如今年第二季 那么疫情应该 特别是香港这一季 都应该基本上是控制了 这一波 所以第二季有机会是做得更好 所以务面方面 其实就不算是太过瘾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股价回来 现在说真的 都不是怎样去很明显下跌 或者都和市场都是偏远一点 其实跟着还是维持到 比较稳定的一个股价 还有你看到几条的平均线 除了一条10天线 略略低一点之外 其实就20天、50、100等等 都是在大概80元附近的 所以都意味着暂时的股价 会是一个上落或者代变格局 方向性不算我看的明显 我觉得你有货可以持有的 除非股价 如果价格慢慢向下跌穿73元 这些位置以下 如果跌穿73元 形成近期的下降趋势延续了 那就可能会慢慢逼迫 3月份的低位 但如果73元这位短期都不穿的话 我觉得其实整个下跌的空间 未必是太大 先试试吧